排行榜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 爱美不怕辛苦的前三名 很多6的人 主题数6的人 二号人 爱美的表现可以有很多种 可能是注重外在形象 穿着打扮 也有人从饮食运动开始 不管多么辛苦 多么努力 你都不会停下来 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 拿回你的人生主导权 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 欢迎订阅分享按赞开小铃铛 嗨大家好啊 我是喵喵大师 今天来说爱美不怕辛苦的前三名 会是你吗 其实爱美是部分性别年龄职业的 可以理解成是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追求 因此爱美的表现可以有很多种 而且每个人表达的方式会完全不一样 可能是注重外在形象 穿着打扮 喜欢搭配衣服配件追求时尚潮流 或是经常变换发型 注重发质的保养 或擅长使用彩妆品修饰脸部 强调个人特色 也有人对美的要求更深入 认为要从根本做起 从饮食运动开始 进行体态管理 肌肤保养 让自己轻盈 充满活力 荣光焕发 甚至欣赏享受美的事物 培养艺术涵养 这些行动都是爱美的表现 没想过吧 生命灵数和生日数字 有以下三种特色的人 就是属于爱美不怕辛苦的人 从事服饰美容的朋友 你的好客户在这里 如果你没算过生命灵数 怕不小心算错 或解读没把握 不确定自己有没有上榜 就让喵喵大师帮你算 来帮你啰 按资讯栏连结就可以 很简单的 有喵喵大师帮你算的同学 只要对号入座 马上知道有没有上榜 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上榜的是二号人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二号人 没问题 立刻学算法很简单 例如2000年8月10日生日的人 计算生命灵数 2加8加1等于11等于2的二号人 再计算结果等于2的人 恭喜上榜 也可以把身边的人算一下 看看有没有上榜 一起来看看二号人会怎样呢 二号人你最大的能力是察言观测 特别是第一次见面时 对方留给你的感觉 这会决定你接下来 怎么和对方互动 以后见面前 你都会先复习一次这个感觉 才能拿捏表现 调整沟通方式 才会顺畅 这个能力和爱美 怎么会有关系呢 超有关系的好吗 二号人请竖起耳朵认真听 当第一次见面的人 和你打招呼之后 忍不住打量了你的头发表情服装 别人不一定会发现 但二号人的你保证会察觉 对方透露出来的感觉 是遗憾 可惜失望还是开心 期待羡慕 你马上会有感觉 你还能分辨出 对方是看到什么才出现的变化 例如对方不自觉的看了三次 你右上角的头发 你可能会假装看手机讯息 但打开自拍相机 检查自己是不是头发 有一撮呆毛翘起来了 然后很自然的剥了一下头发 让头发整整齐齐 这可是二号人 你才有的超能力哦 接下来你会更有技巧的回敬对方 观察对方的头发表情 服装手机手表 例如对方很讲究服装的质感线条 简单的T恤 衬衫裤子外套 也会烫的鼻挺 让自己看起来朝气蓬勃 精神奕奕 当二号人的你 忍不住称赞时 对方会惊喜不已 竟然有人发现这个细节 觉得你很有品味 开心的分享 自己坚持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还告诉你 怎么样可以轻松的把衣服烫好 二号人的你 可能从今天晚上起 就会烫衣服了 或改穿不会皱的上衣 因为你开始认同这是礼貌 当你的穿着从皱巴巴变鼻挺 彻底大改变 让大家公认你变好看了 虽然烫衣服有点麻烦 但二号人你的认知完全不是这样哦 只是调整一个步骤 就能提升自己的穿着品味 真的是超级有礼貌的简单好方法 而且烫衣服 买不会皱的衣服 算不上辛苦吧 至于变好看 被大家称赞 很让人开心 不是吗 接着上榜的是主题数6的人 不知道自己的主题数吗 没问题就让买买大师帮你算 来帮你咯 因为主题数的算法 本身比较复杂 而且主题数是会自动转换的 不算不知道 例如今年是主题数1 明年变成主题数6 真的很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上榜 就点选下方资讯栏连结 就能知道哦 一起来看看主题数6的人会怎样呢 主题数6的人你的特色是 执迷不悔 遇到超喜欢的特定风格 会让自己完全投入 有这样的人吗 当然有啊 喜欢cosplay的就是呀 主题数6的你 可能从小就对动漫游戏充满热情 喜欢到想要自己做出最喜欢的角色服装 还利用手边材料 制作一些简单的cosplay道具 为了解决手作遇到的困难 决定参加动漫社团 在一群同好的鼓励和技术交流后 开始尝试制作完整的cosplay服装道具 刚开始你的成品还比较粗糟 但凭借着对角色的热爱和不断的练习 你的技术逐渐提高 开始在社团的活动中展示自己的作品 并受到大家的称赞喜欢 虽然值得开心 但主题数6的你追求的可是沉浸式体验 目前的程度距离你认定的标准还非常遥远的 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角色美到感动你的元素 在现实世界被你还原的程度还不到50% 当然要继续精进努力到完美呈现为止呀 这就要说明主题数6的人你对美的标准了 例如你最喜欢的角色在花瓣纷飞的时刻 对重要的人说出了震撼人心的经典台词 当一切全都集合时 就是让你心动不已的美 这样来看你的标准真的是超级高吧 既然选择用了cosplay来呈现这个感动美 当然要精益求精 高度还原才能感动更多人啊 于是你开始练习表演 还原眼神和招牌动作 学习化妆和拍摄技巧 再辛苦都拦不住你 终于有你满意的照片出现了 你决定将自己的cosplay照片 分享到社群媒体 没想到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和喜爱 都被你精致的服装道具制作 场景选择和对角色的深度诠释所吸引 你的辛苦全都值得了 粉丝多了以后 开始接到商家的合作邀约 请你参加动漫展 在展会上举办拍照签名会 为什么主题数6的你 能不怕辛苦到这种程度呢 因为你对美的要求 是注入灵魂等级的感动呀 上访最厉害的是 很多6的人 不知道自己生日数字 有没有6 没问题 现在学算法很简单 例如19964月6日生日的人 计算生命灵数 1加9加9加6加4加6 等于3 5等于8的8号人 在上面的计算过程中 6总共出现两次 只要两个以上的6就符合了 恭喜上榜 如果你是6号人 生日数字有6也符合哟 顺便把身边的人算一下 看看有没有上榜 一起来看看有很多6的人 会怎样呢 6很多的你 对美丽事物有强大的感受力 你从小就对打扮充满兴趣 对流行时尚 发型彩妆都非常喜欢 现在你终于上大学了 从升学考试的压力 彻底解放出来了 你决定更进一步 将爱美的心思化为行动 开始在网路上搜寻各种美妆教学影片 从基础的底妆到进阶的眼影 唇妆都仔细学习 为了练就一手好妆 每天早上都会花时间练习 从最初的生疏到后来的假情就收 乐在其中 除了化妆 你也对穿搭方式充满热情 不希望自己的大学生涯造型只有T恤 休闲裤 加上你喜欢逛街 于是你决定到处走走看看 在琳琅满目的服饰中 寻找属于自己的风格 你会仔细比较不同款式的衣服 裤子包包 还会试穿交叉搭配后 再决定是否购买 为了完美呈现出你理想中的完美造型 还买了一些时尚杂志和穿搭书籍 就是为了不断学习新的搭配技巧 对很多6的你来说 这样还远远不够 因为你锁定的衣服需要漂亮的身体线条 为了雕塑身材 你已开始养成运动的习惯 选择喜欢的运动方式 例如瑜伽、跑步或跳舞 刚开始运动时 你的确感到很累、很辛苦 但想到穿上漂亮衣服 你就坚持下来了 甚至连饮食方面也做了很大的改变 开始注意均衡饮食 多吃蔬菜、水果、少吃油炸、高糖的食物 自己动手做一些健康又美味的料理 你的努力逐渐展现了惊人的效果 整体外貌和精神气质有了很大的提升 朋友们都夸你越来越好看 简直是女神降临 想知道你是怎么办到的 太令人惊艳了 你的自信心越来越强 认为辛苦、努力、没有白费 很多6的你会觉得 爱美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不仅让自己变得更美好 还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 你很愿意鼓励和帮助 想害你一样的人 因为你相信 美丽是经过努力 才会绽放的呀 重点来了 如果你是上榜的 爱美不怕辛苦的人 二号人、主题数6的人 很多6的人 都是因为爱才身体力行实践美的大使 不管是基于礼貌对自己进行了严格的要求 还是喜欢想要的热情给自己定下努力的目标 不管多么辛苦 多么努力你都不会停下来 因为美好的状态已经在你的脑海里了 只等你自己把它完美呈现出来而已 哪有什么辛苦 这只是养分对吧 面膜大师鼓励你 练习喜欢生命灵术的特质 认识自己的生日 灵术、剧本术、有术、缺术 让数字能量成为你得到幸福的导航 理解自己有的擅长的方式来行动 有效的努力会形成正向循环 只要方向对了 你的一切就会越来越好 还想知道更多生命灵术排行榜吗 欢迎大家留言 以后找机会再说 生命灵术看喵喵大师 你会越来越美丽的哟 如果你觉得喵喵大师的灵术2.0 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有帮助 就欢迎订阅、追踪并分享给他们哦 我是喵喵大师 下次再聊咯